等一下 輸紅這樣可以嗎 是妳的菜嗎 是妳的菜嗎 我覺得跟妳的一排出來的衣服 還滿配的耶 真的嗎 對啊 因為妳像這種走位 有耶 對喔 有耶 有喔 有耶 真的是 威媚與紅節 威媚與紅節 對啊 我被紅節啦 對 就是就跟 其實這樣子就還滿好約會的 這種打扮 我覺得其實威姐就是 比較不會這種多層次的搭配 我覺得要讓它有流行的味道 其實它也是可以做得到 因為它身材很好 我覺得讓它做得到就是說 保留它喜歡表現性感的腿 因為它腿真的夠細 夠長 夠直 所以我就讓它是穿一個小靴子 然後本來想讓它穿高跟鞋 可是它怎麼穿那種 細跟高跟鞋都有一點 就有一個騷味 對 就有風塵味 容易性感 容易性感 對 所以我覺得它如果 要個性的話 盡量可以穿這種 走個性路線的短靴 然後像它的裡面 我覺得今年 我剛剛不是給姿佑 也是穿皮夾克嗎 對 然後這一款也是皮夾克 然後而且它是稍微 也是走這種超級尺寸 然後今年很流行的穿法 是裡面還要再搭一個 比外面還要長的襯衫 對啊 熱死了 沒有 這裡面是薄的 是薄的 就是它是 而且要有這種蕾絲 而且它的蕾絲邊 對 就是這種多層次 這樣子搭配性的 就今年一定要有一件 而且這是沒有 不要扣起來 不要扣起來 這就讓你搭配 但裡面就是 就是很這種 英式風格的這種短裙 這種材質就毛泥 到了現在秋冬的材質 不是皮裙 就是毛泥的短裙 我覺得它這一件 因為有一個小荷葉邊 所以看起來不會很成熟 如果威姐每次喜歡 表現性感 都會穿一個很低胸 然後又有亮片 很合身的背心 對 所以我就要打破 這種性感路線 就幫它搭的是 有一點搖滾風格的 這種T恤 寬鬆的 寬鬆的 而且就是不要太 強調它身材的曲線 但是其實也滿露的 然後我還是有幫它 搭一個流行的配件 比如說錦鏈之類 這個好流行喔 這個 你想要嗎 妳滿多的問題 我說這個 對啊 錦鏈 錦鏈 對 我覺得這還不錯 還不錯 超多的 真的 但蕾絲的 OK 你OK 你可以駕魚 對 皮膚白這樣對比 他皮膚白這樣很性感 對啊 然後像今年很流行這樣子 譬如說 銀包 對 剛剛只有的是 小手拿包對不對 對 然後它就是要很帥氣 把那種封城跟性感 改成帥氣 所以它就用背的這種 好像亂掛 有點像快遞的掛法 其實更誇張是要這樣子 這樣子掛斜斜掛 掛在胸前 對 就是要戴露露的掛法 對 然後而且這衣服 就是要像這樣子 要穿不穿 而且付錢也方便 對 然後 我這個沙發好 所以像這樣子 還要把它頭髮剝很亂 不要那個髮拉捲 不要捲得太成熟 對 所以像這種路線 你看有沒有變很年輕 有 有 穿不上發不一樣的味道 很容易性感 很容易好看的威姐 就要加入一些潮流元素 利用多層次穿搭和個性單品 減低原本的風質味 這樣才看起來很年輕